她很大食 她需求很多 她是否性上癮 在討論的過程中 她回到電腦看鹹片 很多時候是源於一個心態 就是我很想看到自己 仍是好得的 男 男 女 女 家點 成罪又來了 Hello K-man Hello Alison 我們今集又跟大家見面 亦都再次邀請大家訂閱我們健康好人生的YouTube Channel 每個星期四晚首播準時見 我們之前這個節目都曾經探討過一個話題 就是性冷感 以前就是那些所謂的貶義 想說別人都沒有性慾 但其實反轉 她的相反詞就是性上癮 我覺得似乎出了事的 尤其是男明星 都會用得比較多這個狀態的藉口 是呀 是呀 我們近年都有幾宗 有些有多人派對 有很多朋友當時都有問我 她是否性上癮 我們其實怎樣去定義一個人是否性上癮 就不能夠從外面就這樣去看 對 因為其實我們如果嚴格來說的話 如果真的覺得她是一個精神的病之一 我們都有一些嚴格的項目 我們要跟著的 我想說的是有時除了這些男明星之外 有時都會在我們的社交圈子裏面都有說 哇 她很大食 哇 她真的需求很多 哇 她是否性上癮 這個其實是我們不能夠 如果說笑就沒有問題了 不能夠用她很大食 或者她很… 或者很涼濕 很大需求 覺得她是性上癮 因為其實每個人的性慾的指數又不同 是吧 她覺得她很大食 可能其實在她當事人來說是很正常的 或者每個人的身體狀況又不同 甚至是她現在在一個什麼情況 什麼的場景又不同 譬如熱戀的時候 那當然是想多一些 或者是新婚的時候 那當然是無時無刻都可能想什麼 或者她終於解脫了 那終於都可以出來了 好像報復式的A邏 有可能是不同的情境 是啊 沒錯 所以其實就不能夠 只是在外表去看一個人的行為 就判斷她是否性上癮 我們有一個很specific 很清楚列明的一些guidelines 譬如世衛有一個單位 叫做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我們叫做ICD 她的第十一冊 她就是列明 就是什麼叫做遺之性沉溺呢 英文叫做Compulsive Sexual Behavior Disorder 就是一個病來的 一個病 是的 就是一個精神的病態 好了 有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她是不能夠自己控制自己的一些性幻想 性行為 即是她明知道 我想不想 她控制不了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 她是不能夠控制自己的行為 即是她需要發事 而且是控制不了的 好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就是她等於強迫症 即是明知她可能是有一些的後果 但她都是 漠視那種後果 譬如很簡單 我記得幾年前 在香港我看過一個新聞 就是一個中學教師 在課堂上 就叫一些學生 你們自己討論 在討論的過程中 她就回到一個位置 在一個電腦那裡看鹹片 即是上課的時候 然後那些學生討論完 她就立刻開一個導演 那一開 就是她在看那一頁嗎 哇 原來 難怪你只對著電腦這麼投入 原來就是她在看那一頁 這就是 你明知道有後果 但你都不能夠 不看的 或者是不去做的 禁不住的 是的 所以導致到 一些我們叫做 性行為的失控 是的 而這件事已經 干擾到她的生活 工作 關係 以及社交 甚至乎犯法 是的 沒錯 而這個問題 是持續了三個月以上的 以前的定義是六個月 但其實如果是持續第三個月 其實都需要找專家幫忙 所以這些情況 真的不能夠自控的性沉溺 所以這些病患者 他們會出現什麼呢 就是很多時候 自己過度的手入 或者她要去嫖妓 因為她可能正常 甚至她可能沒有正常關係 或者正常關係 是滿足不了她 或者要跟陌生人 去進行性行為 或者要多個性伴侶 才能滿足她那種 要發洩那種的 就是欲望 當然有些就是 簡直是 罪犯 就是強姦 很多強姦犯 其實都要去看她 就是有一種 不能夠自控 亦是不能夠去看到 那個後果 是怎樣 而做出這些行為 但其實這一種 不能自制的動力 會不會 驅使到她 甚至乎 干擾措施 都不會需要用 她那麼急 是的 有的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研究 看到 就是這些性沉膩的人 很多時候 因為有那種性衝動 很多時候 他們會進行 不安全措施 就是性行為 其實 當然 其實戴個兔而已 幾秒 就應該搞定 這個其實不是那個時間的問題 而是他們基本上是那個性衝動 已經是不理智了 他要是最直接最快的刺激 大家可以去想一下 如果他經常是跟陌生人 或者要嫖妓 而是不做安全措施 其實那個影響就不只是他自己 是一個社會的影響 剛才提到很有趣的一點 就是這個定義上 都是一個 各界肯定的性上癮定義 縮短了那個時間 由六個月變成三個月 都已經當你是這個性上癮患者 其實是否因為近年的進展 又有新的動向 當然 Black and White 寫著都是持續六個月以上的 但其實很多時候是在 暗床 那個情況 都很希望呼籲到大家 如果是持續地 日日 你醒的時候 都不能夠控制自己 是有一個性幻想 性需要 有一個性衝動 而且要立刻 要找個人 不管誰 去滿足自己 其實如果這個情況是持續三個月 其實都應該要在開始的時候 就盡量去治療 多不多人有這個狀況 通常都是男多過女 而且很多時候看回 男和女的動機是很不同的 女的性沉溺者 很多時候 她很想證明自己有美力 所以很多時候她是靠著 要在性的活動 而且很多時候她要藉著露體 去拿回她覺得自己還有魅力 男性的性沉溺者 很多時候她是想證明自己有性能力 她不需要理自己有沒有魅力 她希望證明給自己看 她還是有性能力 所以這個回應你的問題 很多時候有些男性嫖妓 其實很多時候是源於一個心態 就是我很想看到自己 還是好得的 可能她對著她的伴侶 她有一些性功能障礙 或者她不太滿意自己的表現 表現 是的 但如果她嫖妓的時候 她就不需要去想這件事 對她來說只是一個交易 一買一買 所以有些嫖妓的原因是這樣的 如果確診了 我們用這個比較醫學用的名稱 確診了是性上癮 那有沒有可以醫的 你說完全是醫好 需要很長的時間 通常治療都是兩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就是要用藥物 因為通常這些性沉溺者 都不會是單一的 都會有併發症 都會提供其他東西 譬如可能是她有疾病 甚至有邊緣人格 或者有其他的強迫症 所以其實都要用藥物去幫忙 通常就是說 第一件事會開的就是SSRI 就是一些抗抑鬱藥 這是第一件事 因為通常這些人都是 大腦的物質都轉變了 會去開一些抗抑鬱藥 另外一件事可能是她的荷爾蒙 尤其是這個紅性荷爾蒙 太厲害了 所以可能如果這麼厲害的話 需要吃到一些抗紅激素 按下她的荷爾蒙 但這一個就會有副作用的 即是有一些副作用的 可能會令到她整個人真的沒有性用 甚至可能會有性功能障礙 所以這其實都是一個社會議題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 哇 這樣很不人道 你要逼強姦犯去吃這些藥 但我覺得是兩體的 即是如果你不控制她的話 可能她出去了的時候 可能不人道的是其他人身上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很多社會議題的爭牙位 當然除了藥物之外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心理治療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看 很多這些性沉溺者 都是源於幾件事 第一就是一個很不安全的依附人格 即是說她對她的伴侶 對周圍的人都很怕失去對方 可能是伴侶遲這幅電話 或者她的伴侶去跟其他人吃飯 其實都有一種不安感 這些我們叫做insecure的attachment 這一類是容易比較有性沉的 另外一類就是童年會有創傷 或者陰影 所以這些其實吃藥是可以幫到她的一部份 但其實那個結都還未解 所以有一個方向就是除了吃藥之外 都要一些心理的輔導 希望可以幫她找到那個原因 如果是創傷的話 可不可以幫她撫平創傷 或者用CBT 我們叫做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就是認知行為的治療 就是希望可以引導她那個focus 就是一想的時候 可不可以是那個思維是怎樣去想 令到她的focus 不要只是擺在那個性沉溺那裏 嗯 首先有說過 因為現在都希望可以多些人 意會到原來可能有些問題 要去見一見醫生或者專業人士 求一求救 但隨時知道會不會有一個 不同的一個發展方向 譬如說會不會是越來越多人 知道自己有這件事呢 還是會不會是年輕了 還是老了的朋友會有這個狀況出現呢 其實有年輕化的傾向 因為其實這一種的性沉溺 現在有一個extension 有一個分支 伸延 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網絡的性沉溺 這個就真的很年輕化 因為網絡其實又方便 又不用錢 很多cybersex 那我想那個界線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不可以真的控制到自己 如果你控制不到它的話 就是你被人控制了 所以這個是可以人生到很多的問題 包括就是cybersex的一些騙案 類似類似的 所以都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社會議題 那我又想八卦一下 因為你剛才有說過 在網絡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 很容易接觸得到的方式 或者那位老師是一個很典型的女子 而上行都要看AV的話 有沒有說我去到什麼程度 才是網絡上的性上癮呢 是 我們就這樣 我們不能夠用個表面去看的 或者說你一天看幾個小時 就叫做為之性上癮 不是的 其實我們的界定就是 你可不可以有一個自主和自控的東西 那是很重要的 因為其實可能男性有時看AV 對他們來說是很平常的 有時是個太太就會覺得 她是不是正常人 很主要的就是 她的男士自己不想看的時候 可不可以不看到 或者覺得自己應該不好看 還能不能按得住呢 她有沒有那個控制的能力 如果按不住的話 這個其實就需要 是一個其他人幫助的情況 有任何疑問都是找專業人士 問一問比較安全一點 放心一點 如果真的可以對症下癒的話 最重要是幫到自己 又幫到別人 是吧 有什麼問題的話 都可以歡迎你告訴我們 WhatsApp給我們也可以 email給我們也可以 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2 5 4 5 5 5 ufd u 5 7 6 谢谢大家